另外 主持人 現在大陸的疫情爆發就很嚴重了 這個就是事實來的 你現在在裡面這個壓力怎麼看? 壓力很多是在地方政府 據我知道 因為特別是深圳封城 深圳封城造成多大的社會問題 人們的工作去了哪裡? 到時工廠又不開 人們的活動 人民的生活受到極大影響 對於大陸 我和大陸很多人談過 親戚朋友也談過 現在我擔憂的問題 就是大陸以前前幾十年 他們的人民的自由已經是相當發展的了 相對來說 你可以多說一些話 都不止一說就抓了你 現在在今天的情況下 經過互聯網 經過特別疫情 用這個安全卡去控制人 你說一句錯話 在互聯網上 立即有得追 警察找到上面 所以這種事情 但是大陸的人民因為要用疫情去嚇人 他們反而還歡迎這種控制手段 因為方便 有時候我真的覺得 為了用方便兩個字 奪走人民的自由 真是 他們說你美國這麼不方便 出去旁邊有得罪疫情 你都不知道被人感染了 奧巴馬也被人感染了 我們這邊 大家的安全卡 看 它認為是好事 這個真是多令到我覺得 有些 怎麼說呢 多感慨 小夏 這次疫情 根本香港和大陸一件事 我們都一樣 是吧 沒有什麼分別的 這件事 現在上海也是 不只是深圳 上海也很嚴重 幾個大城市 有些它不報 那麼大件事 因為我們香港根本就是放棄了 是投降的 就是看它怎麼樣 讓它自己搞定 讓它全部發出來之後 過一段時間搞定 根本沒有得救的 這些除了吃止痛片 吃頭痛片之外 根本就是什麼都是假的 那天自己有能力 自己有能力 一個星期左右就差不多很快 但是這個大陸就是 大陸他們原本是很恐懼的 就是覺得這件事 而且他們沒有了那個防疫能力 因為那次是國藥和國興 不合理 那你這麼大的國家 這麼大的人口 如果突然之間 如果是做到 如果染到香港一半都不得了 這個是大亂來的 這個是在國家來講的 你什麼藥都不得了 就是止痛片也拿不到這麼多 口罩也拿不到這麼多 就是你突然之間這樣來搞 你香港不是就是 香港很幸運 還是人口小 還有我們很多東西可以入口的 還可以頂得下 但是你大陸一下子來 而且抵抗力這麼弱 哇這件事怎麼 就是太厲害了 我不管你多大的力量 你管治能力多強 你怎麼管治 現在這麼說 清零大家都知道是個愚蠢政策 現在大陸都是放鬆著 最多是一人得一次感冒 每年都得 特別是Omicron 那些死亡率就真的這麼低 就是比流感還低 人家有抗疫 抗病的能力 應該還好過打針的嘛 大陸的針沒有 科興說它的有效率 都不按時間性 有效率扮成29 打了就打了 時間就沒有了 現在等於沒有打了 等於沒有打了 過了這麼久 已經等於沒有打了 是啊 難道是真的 美國這邊都是這樣爭論 你說一過了就沒有了 又打一針 第三針、第四針、第五針 連連打幾次啊 那你當然寧願可以的 是不是先 是啊 又不用錢了 免費了 如果你的身體好 就絕對不是問題 身體好絕對是問題 身體不好 特別的病都不行的 什麼病都有 人生間的事情 就是有時候我覺得 現在和平時間長了 而且醫學發達了這麼長時間以後 人對於死亡的接受率 跟以前不一樣的 就是你覺得 你覺得人不應該死 人始終生命都是這樣走過來的 所以這次疫情之後 其實很多人就開始 特別是哲學家開始 對生命 就是現代生命的意義 再有更多考慮 這是挺有意思的事情 不過我覺得現在香港人要抵制 就是真的不要給大陸的安全碼 那些控制系統 那些安全碼 和銀行和微信 全部連在一起 說句錯話的時候 它立即可以把你轉紅 真是很恐怖的 很恐怖的 所以 而且你隔離 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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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反對清零 是啊 它可以當你入罪的 當你入罪的 說你什麼 什麼都可以說 製造凍亂 有個國安法 就等於是一蓋上去 將什麼原來的法律都沒有了 國家安全 我們大陸經過幾十年都是這樣 你知道以前 我們那時候 有幾條罪 就是和國安罪一樣 就是我們年輕人大的時候 鋁通外國 那時候你們香港的人 走出來和我們聊天 你馬上有個罪名 就是鋁通外國 我們凡是不敢一單個人 和香港人聊天 那時候走 後來我去到北大 看到一些北朝鮮的學生也是這樣 出去的時候 永遠是兩個人一起走 一個人走就被人懷疑 被另外一個人報告 說他一個人出去了 就是你說那條罪很厲害 現在香港也是國安法一樣 說你外國只洗 香港這樣的國際靜止 你等於是把自由玩完 你跟外國人說一句話都不行 最後真的變成這樣 我們那時候跟外國人說一句話 真是不知道多少照片跟著你 你都不知道多少人 現在探頭更加容易 監視你了 他不用監視你 監視那個外國人就可以了 去了哪裡 走到哪裡 那時候 美國 住過美國大使館的朋友 回來下次我約來吃飯 跟他聊聊 走到哪裡去到哪裡 他後來自己發現自己都不知道 他跟他聊過那些人 他走去跟人聊聊聊完之後 回來那個人被國安找 後來他發現後來不知道 有幾百人被國安找過 因為跟他打個招呼聊過 害死人 害死人 是啊 是啊 所以我不回去 他又不讓我回去 但是我去了中國 永遠都是 怎麼說呢 不知道跟了幾條尾 有一次我和兩位朋友 在北京去吃飯 那時候我還可以去到 在蘆蓮產廟就去到 旁邊的桌子有六個人吃 有一個朋友說 那兩個人是跟我的 他認得的嘛 你怎麼說 那兩個人是跟我的 那剩下的當然是跟我的 不用說 我們三個人吃的那六個人 在那邊 就是三桌 看到六個人 那兩個人肯定跟我 我又不認識 我又不去監督 誰在後邊跟著 事實呢 蕭夏我們香港人去大陸 是一些酒店 酒店放的 即是我們以前還猜 可能不是我 我都不是這麼重 現在就是看下來 後來看下來 百分之一百 所有外國人當然了 外國人、香港人 香港人有時候對你 比外國人更懷疑 是吧 香港人分分是間諜的 還有你分中是間諜的 外國人不是很多間諜的 香港人 我們大陸的美籍華人 回去才最受關注的 我是永遠 我去到機場 要國安來接才可以的 我真是習慣了 所以我去到北京很多朋友說 有些朋友怪罪說 為什麼我不去看他們 在廣州、北京 我不能看的 那時候被害死你 小霞說回美籍華人 真是不好意思 還要問一問你 李俊俊的問題 因為你是好朋友 這個人是很少問 很少六四出來的人 可以自己都可以自立 而且他很行的 很行的 就是一個完全可以 可以在事業、學業、事業 你講一講若我 我都看到很多人說 我都知道發生了什麼 但是這個人你怎麼看 我看到他的歷史相當好 我認識他幾十年了 他六四的時候 他北京已經畢業 他北戒在讀研究生 當時我跟他有接觸 北京的學生 自己做學生的運動 工人想做 工人很難組織 李俊俊覺得應該組織工人 因為他大了我 他五年生的 他去組織工人 從韓東幫他們 組織工人自治聯合會 他是工智聯的法律顧問 後來六四之後 他被人抓了 找了兩年 放了出來 放了出來 因為當時我 為什麼我對工人的事情很關心 後來有些大陸的 我們知道工智聯的人出來 我請了其中兩位工智聯出來的人 工人真的是普通工人 採訪了他們 當時寫了一篇論文 講北京工人活動 所以李俊俊後來出來了 我們幾多年 他出來了之後 走到威斯康城讀法學院 拿了一個JD 出來自己考了牌照 自己去律師術事務所 他幫很多人辦移民 辦什麼 人很熱心的 做什麼都很熱心的 而且從來都是很積極的 參加所有的民運的政治運動 就算不是民運 中國受迫害的人出來 找到他幫忙的 他肯幫忙的 所以上次我和他打電話 他通了電話 是的 他不是要捐錢去推動這個民運 就是他 他說他拿了10萬元出來 就是他 明白 這樣 我是真的 剛剛我在網上推了一張照片出來 我以前沒有多久 他過來 因為他過來 我們經常吃一頓飯 聊聊天 這樣 那 真是 唉 這些事情 他是專門憲法 他不只是律師 他對憲法都有定的 很有研究 所有的律師都要懂憲法的 不用說 但是他專門做移民律師的 是 是 所以那時候我就說 如果你遞過這樣 又不是找他 我跟你說 你可能不記得了 我說了 我記得了 我記得了 我不記得了 那個名字 不過那天我跟他通電話 是一個museum 是museum 是museum 跟他通電話 我記得了 是 所以 那時候 找他幫忙 還有什麼交給他做 不過 你怎麼看這件事 這件事 你怎麼看 這件事 現在要等警方的說法才可以說 但是 警方說是second degree 找不到動機 那個女生的動機 就是確定不到 不是找不到 確定不到他的動機 second degree 到時上的法庭 真的控制 起碼是second degree 就是二級謀殺罪的意思 就是說 你是衝動謀殺的 不是說有預謀謀殺 預謀謀殺就是一級謀殺罪 但是根據他當日 他帶著刀出去 所有這些東西 就真的很像預謀 他扔了一把刀 兩把刀 是啊 他當時是這樣 他就 因為他要李俊俊代理 他有什麼回事呢 他就接受過法輪功的一個採訪 新唐人的什麼採訪 法輪功在採訪他的時候 他原來在北京 他在訪問 在北京被警察強姦了 後來又說沒有這回事 我看到別人被強姦了 我要代他們講話 法輪功就說 既然不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怎麼說你自己的 所以就播了出去 播了採訪出去 他就要叫他的移民申請被否 被否了 說他不合格 不合格 他叫李俊俊 去告法輪功 法輪功就說 李俊俊說不行 你這個名框不對 對不對 所以他已經吵了一次 吵了一次 第二次 那天我剛開車回來 那天早上 那個女兒一早就扔了蛋糕去 帶著兩把刀 去到說要跟她 單獨要道歉 道歉 進了辦公室 要她調出一些檔案材料來 而且她順手把門關掉了 因為你客戶和律師聊天 關門是正常的 關門了之後 竟然她馬上去到身後 一刀下去 先割了她的頸動脈 真的很殘忍 當時就已經不行了 你知道頸動脈那些 是的 沒得救了 沒得救了 抬起醫院的時候 已經沒有了 是不行的 沒有了血壓 是啊 很恐怖 整個事情很恐怖 當日我正在開車回來 他們馬上就打電話給我 打電話的朋友就說 我告訴他們一件事情 你開車要穩定 要不是你不穩定 你先停在路邊 現在的路線很難停 你講給我聽 我有準備 他就講給我聽這件事情 我真的 如果他不叫我穩定 我真的開了路 誰都知道 當時 這個真的是 這個情況 這個好人 好人 民運裡面真的是突出來了 這個是突出來了 好人 是我們北戴的 是不容易生存的 來到美國 來到美國真的是不容易生存的 尤其是他們以前的那個年代 有多少 你英文這麼大的人 學英文是很難的 我告訴你 真的 你要這麼大的人 就要讀完大學 出來再由頭學英文 英文的法律 不是說話 真的要看 又要寫 又要看又要寫得 這個事情要下很多苦工 證明這個人真的下很多苦工 真的可惜了 是聰明人來的 聰明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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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也很感慨 這個事情 當然有人懷疑共產黨在後面 主使那個女孩子 那個可能都不是沒有的 那些都等警察調查才知道 目前我就不知道 不過呢 跟著他被殺之後 抓了 就是 抓了 通緝了五個中共間諜 其中有兩個走了 三個抓了 是 其中有一個中共間諜 黃書君 還在民運圈裡很活躍的 你見過他沒有 我可能見過他 我在紐約那時候見過他 我呢 我不認識 但是我可能見不見過 我不知道 見那些人太多 因為我一直在政府部門也好 在什麼 我比較 怎麼說呢 我比較 避開那些人 就是 因為 保持新聞中立性 我就不太接近那些事情 見可能應該見過的 我不記得他怎樣 是 是 所以 兩件事有沒有關係 可能有關係的 應該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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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 雖然是有些 偶合 就是說 他們做了個護照基金會 他們都在這個基金會裡頭 但是呢 這個 中共 你可以見到中共的滲透有多深 黃書甘 黃書甘 就是他 很早就來了 二十多年 那種 他來到這裡 就是他們說 他又不懂英文的 在紐約那裡 給他的任務 是去監視民運人士 去監視匯報他們 他們都是朋友 要向中共匯報他們所有 做了什麼 說了什麼 最近 另外一個就是 紅顏 紅顏 現在正在競選中 紅顏 紅顏 正在競選中 那個 要競選議員 他們又去 又說要去妨礙他 什麼 另外還有 那幾個 有兩個 是去破壞那個 雕像元 拉斯維加斯 雕像元 是 陳惠明他們做的 所以呢 我們看到這些 中共 這些破壞行為 小流氓的行為 都不是大流氓 是小流氓的行為 就是每天都騷擾你們 每天都用各種方法 騷擾了很多年 現在才這樣捉 今次這樣捉 這些人應該知道 凡是參與 騷擾那些人 他們應該知道 美國政府其實釘著你們 什麼時候捉 我現在 我門口也很緊 老實說 我出去也要小心 就是 就是不知道誰 好像 郭文貴那些人 都在那裡叫 他釘的人 沒有一個捉 反而捉都是他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人 那五個人 那五個人沒有參與 郭文貴那些活動 有沒有 那五個人應該沒有 我們不太知道 他全部戴上口罩 全部戴上口罩 戴上黑眼鏡 那些人是否認得 就是疫情中間 有沒有呢 那你要面對面認不住 那大家現在盯著 他們特別是被騷擾的那些人 就個個都要盯著 盯著是 中間有沒有他們的人 很可能是有的了 就是 我現在最擔心 李俊俊這個謀殺 就是現在聽說 那個女孩去過 跟領事 去過中國領事館 去跟他們接觸過的 這樣就有意義了 這樣就有意義了 他被警察押出來的時候 大叫 就是說 你們這些人 就是賣國 那些叫法 就 我不清楚 我真的不清楚了 但是 最近 這個情況就是 說回另外一段新聞 挺有意思 這幾個是大新聞 也是 紐約時報 就登了他們對 亨特拜登的調查 紐約時報第一次在左媒中 承認到 那個亨特拜登的電腦 那個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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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 你知不知道 多長時間 一直 包括紐約時報 一直說 這個是俄國人 搞出來的 是俄國的假信息 就是 用俄國這個字 講了這麼多年 在那裡 在那裡 用來整整特朗普 就真是 我就很感慨 現在 兩件事都一年半了 一年半了 這件事 還有那個 什麼門 我 通俄門 通俄門 是的 通俄門 又是搞了兩年了 差不多又是調查了兩年 現在才爆出來 人家都過了氣了 通俄門是從特朗普 還沒上台的時候 開始在做的了 所以 我現在真的覺得 這次俄烏事件 我有一個很感慨的地方 我個人是怎樣呢 我是中共大陸那些 大陸那種一言堂的環境 長大的 我做反革命 我就自然對任何一言 一個 一語論一把聲 我永遠都是持最大的懷疑 就是 很多事情 特別是群眾 大家一起政府煽動群眾 發高燒的時候 大家都要潑一下冷水 要想清楚 這次也是我看到一面倒 美國大小媒體一面倒輿論 前幾年我們見得多了 特別是 包括Fox News 特朗普那些 1月6日 一面倒輿論 這個很恐怖 這幾天 大新聞也是 那些卡車司機前幾天 走過395 我都要封路 是 他們又走過 媒體任何報導 完全沒有報導 就是這樣去壓制人民的聲音 使我 我真的想到 現在這個媒體完全不相信 就是大媒體 我一個都不相信 但是很多 就是 這次俄虎戰爭到底怎樣呢 我下次把你拿到那個 電郵 list 我就有很多外交界 外交和政策界的朋友 寫了文章 發不出去 在自己的自媒體 自己的群裡發 那些老外交家 寫得很好 但是沒有出聲 又沒有人請他們去採訪 就是很煞氣的 因為這些人 我看了很多 我真的看到 每天都幾十篇文章出來 我起碼都要很快地立一下 他們那些老牌外交家 就沒有出街 沒有出街 出都是小媒體 不是大媒體 出不了大媒體 最多是出外交政策雜誌 讀者算多 有幾個寫得很好的人 出自己的blog 這些不是普通人 是大明人 原來住哪個國家的大使 住哪個國家的什麼 歐盟的代表 那是這樣的身份的人 或者是有名的教授也好 或者是外交政策 哪個智庫的資深研究員 全部都是這樣的人 我說你們的文章 發不了 我真的挺感覺的 小夏 你懷疑會不會 這次拜登他們 就是白宮 學了共產黨那一套宣傳 這次對俄羅斯 就是用這個 加上媒體 基本上是用媒體來做宣傳 那時候媒體應該是 報道應該盡量中立 但是這次它可能 又是好像亨特拜登那件事 你用媒體來當共產黨 當武器來用 你怎麼看 你現在這樣看 特朗普上來之後 有人統計過 對大媒體 就是現在說回紐約時報 這些和大電視台 對特朗普的報道 90%以上是負面的 就算是Fox News 拿回一些報道出來 統計 對特朗普的報道正面的是 44% 負面的是8% 56% 你想想 這是叫做最親特朗普的媒體 唯一親特朗普的消息 多的是Fox的小頻道 Fox Business 就是這樣 你想想 總的媒體上 就是排山倒海 去打擊它 這個是很恐怖的 這個是真的在共產黨之下 才能見到這樣的情況 現在不僅是拜登學了 整個左翼學了 我想了很多 原來什麼問題呢 其實現在呢 原來美國 你想想 我倒回一些書袋 1830年 Tocqueville 寫美國民主的時候 他來美國考察的時候 他說美國的新聞自由 真的很厲害 他說新聞自由的基礎是 五千個人鎮到的報紙 那些報紙 那些報紙就是五花百門 到了十九世紀末 美國就興起叫做 Mut Wrecking 就是中文叫做八份運動 總之是 就專門去挖那些政客的材料 挖那些大公司 很多報紙都是這樣興起的 這樣呢 就是媒體 傳統來說 每個媒體 就不是 特別是報紙媒體和雜誌媒體 就不算是 Anti Establishment 就不是現成的制度中的一部分 是啊 但是到現在呢 你看到呢 即是 即是 即時至今日 一個多世紀發展以來 媒體已經是成了 現存制度的一部分 是 是不是 你看到這樣的大公司 你媒體 即是說回頭 都是大媒體老闆 大公司有很多利益的 那時候Fox News 就這麼大的媒體試過 說白宮可以取消你的記者證 你知道白宮的新聞 那個新聞發言的地方 是 一共49張記者證 不是很小 因為那個新聞發佈會的地方 原來是羅斯福的游泳池 後來杜魯門那時候不游泳 將它鋪了 這個新聞發佈會很小 49個人 還有一些特約 有時候進去 就是 一日落一日的那些 那些記者 50幾個人 繼續 逼到什麼這樣 疫情以後呢 是三個位坐一個人 更少 所以他們掌握了分文資源 一個不適合得罪 那時候立即就不讓你去 不讓你 access 做慣的了 這些做慣 肯尼迪那時候就開始這樣做了 那就說你一旦 小華 我們來讀書的時候 Walter Cronker 講月事 是吧 我們覺得真是相信他了 就是他講的話 從來沒有懷疑的 接著呢 我開始做事的時候 出來做生意的時候 就是水門事件 那又是靠那些媒體 是吧 是啊 那個媒體 就是那個信任程度 怎麼會現在真的 變成這樣的下像 現在媒體呢 就等於中共的大外宣 完全是他可以指揮的 所以我說 真的各位觀眾 這個事情 小華你現在是提醒我 他講的話就不可以盡信 他不講的話就反而要懷疑 就是現在變成要這樣了 就是現在那個主流媒體 他講的話呢 你一定要懷疑一下 他不講的話呢 你又要去想一下他為什麼不講 就是這個人現在去到這個程度 對他現在對媒體 媒體直接是等於跟中共的宣傳 可以講的比次比次 大家一起講 最怕是大家一起一個調節 夾起來 夾起來一起講 其實我看著那些媒體 大媒體這樣講 第一次大媒體 你見到出了一個大問題 是Dan Radder 記不記得接了Water Krunker的Dan Radder Dan Radder那時候反那個George W 反小布實反得很厲害 那那個證人就信了他 說那個證人在Florida的證人 就信了他 是的 第一次呢 他就作為這樣的 因為那些大台的大牌主持人 好像Water Krunker那樣 他不敢 他是民主黨來的 但是他不會說一句有黨派偏向的話 是的 那些黨派偏向 我今天怎麼說呢 舉個例子 今天我看到美國之音寫一些烏克蘭的報道 自從俄軍 罕然入侵烏克蘭以來 我怎麼大大外宣這樣寫 你可以這樣想 但是你寫新聞的時候的新聞手法就是 自從俄軍入侵烏克蘭 你沒有罕然那兩個字 是不是 你罕然那兩個字 立即就把你的立場表現在這裏 記者不能夠這樣寫東西的 但是現在周界見的記者 周界見的記者是這樣寫的 現在全部成了正常寫法 所以自媒體興起 對大媒體的衝擊是很大的 因為大家現在 現在媒體興起到了什麼地步呢 大家各看各的 你講的那一句我不聽 我講的那一句不聽 但是最後這些公司 大公司控制大媒體 它經濟力在這裏 和那些大科技公司一樣 全部在那裏 全部在那裏做一個聲音 這個就很恐怖 這個很恐怖 小夏你講開媒體 你方不方便講自由亞洲這件事 還是有個人問題不方便講 我這個可以講的 自由亞洲這件事 即是那天也講了一下 他們炒了自由亞洲粵語部的頭 他炒那封信 但肯定不會寫明 寫明不肯讓他們告他 就要炒你了 沒什麼理由可以炒你 但實際上以前 我那篇消息 我又不講誰 已經講了 自由亞洲粵語部 因為自由亞洲粵語部做得很好的 他們雖然只有 香港是靠它報道的 香港很多次靠它報道的 是的 它普通話組大概四倍 多於四倍 但是它的點擊率 經常超過普通話組 特別是香港事件以來 自由亞洲的一個香港辦公室 香港辦公室 他們在香港採訪了很多抗議的人 做了很多這樣 這個是 講起平衡報道 你現在怎樣平衡 就是說 他們說不平衡 你兩百萬人出去遊行 如果有一百萬人出去反遊行 你就找回反遊行的平衡 那又沒有 只有全部是遊行的人 是不是 那當然是採訪遊行的人 採訪警察 警察不理他 不是沒有採訪警察的 但是他們印象就是不平衡 另外 香港的辦公室 如果你經常都不這樣 撐著香港的抗議者 你的辦公室可能會被人刪除了 另外他就說 那些評論員 就寫得批評中共的文章有多少 那評論員是評論員自己的立場 是不是 那你難道找一些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 報導評論是這樣 你呢 就屬於是 你中共在中文世界 現在面倒有聲音的 新華社大外宣整站在那裡 你美國納稅人 給了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 那麼少錢 都不夠他們的零頭 不夠他們百分之一的錢 一定要做 你沒有什麼理由 你評論員說 三個反共 三個不反共 三個親共 你沒得這樣的 是不是 你本身存在 平衡的聲音 那上面說他現在 要取消一些評論節目 我們看著他 看他取不取消 但是呢 就要中立做新聞報道 那時候 一模一樣 美國上級的廣播單位 我現在不點他們 但是我可以 誰和誰做了什麼生意 誰的老公在那裡有幾大生意 不是說以前 以前也是 現在也是 誰的老公在那裡開音樂會也好 做什麼也好 有多少生意在那裡做 每天都要和大使館那邊 整一下整一下要平衡 那當時呢 我2012年 我們做這個解密時刻 做了出來 做了一年 哇 這麼多人看 那些領導立即就 找他聊天 他說 你這個不平衡 我為什麼不平衡 是啊 為什麼不平衡 他說 我們是做 你這個 我們當時做了 那些人的禁書節目 他說 你沒有採訪對方 我說 你要我採訪中宣部禁書的那個機構 他們說 是啊 他就要這樣 他不平衡 然後你說 你這個節目不能做 你們這麼多節目 全部都不是新聞 我們 Read my lips 就是看著我 We do news 就是漫畫 我說 中國人不知道那些事情 我說好像 500年餓死人 西藏那些屠殺 我說中國人不知道 對於中國人就是news 對不對 這個怎麼不是news 對於他們 他們不懂的 就是新聞 我們的mission 來的 跟領導吵架 叫我立即斬 我說是不斬 他們後來想一想 一想辦法 不斬 就把解密時刻 整個主持人李叔 就調開 要調開他做別的樣子 這些他們 以前沒有試過干預的 干預 我說沒有辦法 他說你不讓他做 接務就要斬 我說我來做 他說你有別的樣子做 我說我業餘時間做 那個禮拜 我業餘時間全部撲在做那樣子 後來做到 後來 可能見到我們的反共 或者對共產黨不客氣 2017年419年 都沒有機會 就立即把 拉攪不拉攪 全部的反共記者 整理出去 現在美國知道 有個名單的 那個名單是不能夠用那些記者的名單 我可以點出一堆名單 哪些人 如果我點了一個名單 你會知道 多少人已經 看不到他們寫的東西 比如原來寫得很好的評論 叫齊之鋒 多少年你看不到他寫的東西 是不是 不讓他出街 不讓他出街 你看到寶申 當時最好的男主持 你見不到他 是不是 李叔 就直接被人扔在家 不准做事 是不是 另外還有一些其他 大家數 數你們當初 我在那裡 你們喜歡的記者 你還看到誰 一個都看不到 全部在限制使用的名單 說明一下 叫限制使用 小校 美國之音 很明顯是北京還沒下命 那你現在想著 這次自由亞洲 自由亞洲 一個領導 一個領導來的 哦 自由亞洲和美國之音 是一個領導來的 現在在領導自由亞洲和美國之音 那個人叫趙克盧 你們查吧 原來台灣在大陸 就是青海人 叫黑服的黑 露水的露 你去查吧 簡直是他的意思 這次不是都是他的意思 我就不說 就是北京洛亞洲 我就不說 我就不說 他們和中國有什麼關係 你自己去查 好過你們自己查 我不說 就是滲透到 就是等於 到我來講 就是等於中央電視台 被美國滲透了 差不多到這個道理了 美國之音就是等於中央電視台 對於美國的中央電視台 對於美國的中央電視台 這些東西不用我說 大家看下內容就知道 真的 看下內容就知道 所以我有時候很感慨 有時候我說 不值得自己做自媒體 是不是也有個地方 很感謝Elmer 這個才說 這麼說 如果不是她 是啊 不是啊 她開了這個平台 我們最少有些地方可以說 現在香港真是 真是被人整成這樣 我又很感慨 那起碼有個平台 美國 美國我六年代來讀書 七年代就是在做事 真是那個自由 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真是差不多是 真是玩完了 讀新聞獨立 基本上玩完了 玩完了 直接玩完了 就是不是說受到侵蝕 直接玩完了 就是現在反映 我們這些自媒體 剛剛拍 當然也有很多人看 但是我們不是專業的 就是我說不是你 我們不是專業 就是不是專業 就是變了那個質量是差了的 當然我們都是講事實 但是質量是差了 你們沒有那個資源的 就是如果一個職業電視台 做我們這個talk show 就是我們這麼說 現在我們兩個人做 就是早上大家自己勤力起來 沒有任何經費 沒有任何什麼 我是做得很開心 又不在乎這些事情 但是一個職業電台是怎麼做的 就是如果這個talk show做得漂亮的話 我們兩個人 那兩份工資不用說了 就是如果要打預算 是 你後面呢 你要有一個producer 就全部要跟你做完 找些客人給他上去 那天是什麼樣子的 還有graphic 還要有那些 就是你最少有七、八個人 這樣才可以做漂亮一台 這個談話節目的 是的 一個人要全部跟你處理那些連線 一個人要全部跟你處理你背景 背景什麼樣子 一個人要跟你做好 你中間 比如我們剛剛說 拜登的時候 他要插一分鐘 那個背景是什麼 要做一分鐘下來 很浪費時間的 是 是 但是應該做 現在就是 現在就沒有了 變成真的沒有了 現在可能還要 就是你剛才說 反而是英國那邊 BBC BBC還比較好一點 就是它還有這個 可能BBC沒有給兩個 那些黨 沒有給它擋不到 BBC因為是靠人民養的 它有licensing fee 它有傳統 BBC的中文部 才不夠二十個人 很少人 但是他們主要翻譯英文部的東西 BBC的英文部 就是世界一流媒體 是一流 美國之音的英文部 是世界沒有流媒體 是世界一流媒體 真的是這樣一回事 所以做些事 就是美國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到 美國之音當然是靠其他語言做 中文組 原來中文組多年是聽眾最多的組 原來在六四的時候 1700萬聽眾的時候 後來就是2000年 就弄了一個人去接手 去管中文部 從1700萬人管到聽眾 變成100萬人 我2011年接手的時候 為什麼這麼少人聽 開始做很多節目 就三年之後變成2430萬人 等於我和美國之音 大家一起努力 加了兩千多萬聽眾 後來一直升到 到2017年 那時升到五千多萬人 在中國裏頭 接著出了這19事件 我們趕出來之後 現在上次調查發現 找不到聽眾了 下降到 統計學下降到零 所以現在美國之音的節目 分分鐘沒有我們的聽眾 沒有我們多的 每一期永遠沒有我們多的 就說完了 你也知道 現在 我們以前都有香港電台 很出名的 《香港電台》不差 是啊 香港電台很出名 RTHK不差的 也是被共產黨淪陷了 所以這個 各位觀眾 我們平時 沒有什麼直接批評 左派 只是左派 謀殺了自由媒體 這個就是事實 我們看香港人 清清楚楚 現在香港沒有一個獨立媒體 包括政府率先 RTHK 大家清楚了 美國也是一樣 就是美國之音 加上自由亞洲 自由亞洲 你們最近都看到 最近過去的那兩年 都很幫我們出聲 訪問了很多人 看著它 一直這樣來淪陷的 看著它一直淪陷 真是不得了 我們香港和美國 美國你想想 是出名自由的國家 應該搞成這樣 我們香港人有時候 就只是看到自己的問題 沒有看到美國的問題 美國的問題 跟香港一樣的大 一樣的大 有時候 作為美國人來說很心痛 不過幸好有這麼多聽眾 撐著我們 我們有些安慰 對不起 聽說聲音 我今天調回鏡頭 就是感謝聽眾 後面那一束花 那天多人多送 現在就插在那裡 另外 三藩市的聽眾 給我這個杯 我每天都喝著水 撐著香港 所以我都很感動 這個節目 實際就是意外發生的 我這個節目 是意外發生的 但是真的說到最後 我都不太了解 我看回現在 我都不太了解 尤其是今天看到 自有亞洲 跟著美國自任 跟著RTHK 其他那些 亞洲那些不用說 亞洲電腦那些不用說 全部淪陷 變成我們小小的力量 就真的 不要小看 我們真的是聲聲之火 但是真的說真話 沒有幾多個了 其他那些評論 很多都不敢說 很多那些 Youtube KOL那些 都迴避 其實一放到 敏感的問題 就不迴避 在外國就好些 在香港就沒有 零了 是的 為什麼我們 所以我們說 不整 就是跟Elmer商量 不整廣告 不整什麼 沒有辦法 黃標就黃標 不怕黃標 其他的人很怕黃標 是不是 一旦黃標 糟了 沒有錢賺 我們反正就不賺 沒有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沒有廣告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 多人媒體 它都已經在腐蝕過來 它在這裡居公 我很多 你說倫敦他們星期二 你那裡吳英文他們 還有很多法輪功 全部都被黃標 是啊 就是它沒有停 它不是在主流媒體裡停了 它現在就是想攻陷我們 個人媒體 社交媒體 要攻陷了 哇 你說厲害不厲害 這場仗 真是 這場仗很厲害 沒有想到真是一場 我現在總結 看到這麼多 今次今次看到 這個總結 這場仗我們輸得扑在這裡 真的是輸得扑在這裡 唉 沒得說了 是啊 好嗎 各位觀眾 雖然我們現在做一做 好像天天浪費你這麼多時間 聽一聽一下 但是實際 我們真的是死靜種 是死靜種 不是開玩笑 真的 是啊 原來真的有這麼大勢力 是啊 所以你說中共那裡 中共這套東西 你不滅它不行 你說什麼 美國 你不是說香港 你說被它搞定了 就沒有說說 對吧 這裡啊 是啊 它不用出一兵一桌 搞到現在整個美國媒體 基本上就是 不敢說它壞話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好 我跟著下面要上另一個節目題 對不起對不起 我一會兒再見 一會兒再見 不好意思 好 一會兒再見 好 一會兒再見